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的信息是专一的心 专一的心是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经历神的祝福 我们要经历一个得胜的人生 很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有专心 专心非常的重要 要培养一个专一的心 这是上帝祝福我们的管道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十四节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善面招我来得的奖赏 这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 当中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劝勉 说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他说不是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我只有一件事 他说他的一生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做好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专心做一件事情很重要 那为了这件事情保罗说 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忘记背后我们努力的有一个目标 有一个方向来奔跑 所以当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奔跑 要做什么呢 保罗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每一个他的儿女 每一个基督徒 他给我们有他自己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 一个目的 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一定是有目的的 因为上帝创造了万物都有他的目的 包括一个最小的沙子 包括任何的微小的 或者是一棵树或者是一座山 都有他存在的目的还有价值 每一个都是 更何况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独特的目的和计划 我们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来追求 我们要在我们一生当中来努力 来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计划 这个是上帝祝福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开始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开始锻炼自己 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们开始来训练自己 拥有一个专一的心 让上帝祝福我们 那我们要怎么有一个专一的心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开始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像保罗他说的 我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所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有一个方向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开始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目标 我们必须要拥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 一个基督徒最大的恩典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一生当中有一个目标 是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完成的 我们可以朝着那个目标保罗说 就这一件事情 这一件事情是在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要开始去在我们人生当中 来定下这样子的目标 然后我们来努力的来奔跑 我们的人生会改变的 过去有很多的这些时候我们会活在没有盼望当中 我们会活在软弱当中消极当中 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人生的目标是什么 但是今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不论我们是我们的工作 家庭 我们的服饰 或者是学业 不论是哪一块 我们要求神说 主啊 你给我一个清楚的目标 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目标 我们才能够朝着那个目标去完成 就算你要出去旅游 就算你要出去交游 你也需要有一个目标 所以不会有一个人说 走吧我们度假 然后我们一起出去旅游 然后要去哪里呢 也不知道 随便看看都可以 然后一边开车再一边想想看 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度假是一个失败的度假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去哪里 所以你不断的再绕 不断的绕绕 然后到最后回家 说这次的旅游怎么样呢 很无聊 为什么 因为没有目标 不知道最后什么都在坐车 所以我们发现了 人生也是如此 在你的人生当中 如果你没有一个可以努力的目标 你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转圈圈 一直不断的在转圈圈 10年 20年 30年 50年 虽然你可能有信耶稣 但是你的人生不断的被你浪费掉 因为你没有一个目标可以努力 所以今天我鼓励你 你要求神说 主啊 你让我看见好像保罗一样的 保罗他的人生 为什么如此的精彩 因为他说 我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忘记背后努力 面前的去完成的 我们也要有一件事情是 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完成的 这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管道 然后我们要找到一个目标之后 我们要开始为了这个目标来征战 在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说 道贼来了为要偷窃杀害毁坏 但是主来了要赐给我们生命 而且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仇敌会来攻击我们 当我们开始要专心的时候 我们比如说一个学生 一个学生他的 他是学生 所以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读书荣耀神 一个老板 他是一个治理的人 他是一个工作的人 他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我用我的工作 用我的管理 用上帝所托付给我的 我来荣耀神 所以当我们开始要去做好 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有一些的攻击领导 有一些的这些攻击 有一些的征战 会来教导我们 一个学生他要努力读书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世代 引诱诱惑试探越来越多 很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手机很方便 我们说手机以前 就是为了打电话 但是现在的手机可以上网 太方便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读书 我们要查进度 我们把很多东西 我们要上网 我们要找资料 我们就用手机或用平板 我们或者是用电脑网络 但是我们发现一打开电脑 就充满了试探 充满了诱惑 好像有很多的拦阻 有时候我们就透过这些社群的软体 这些通信的软体 我们就不断的在那里浪费时间 浪费时间 神要我们专心的做好一件事 所以我们要起来 我们要征战 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什么 说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 勿要抵挡魔鬼 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圣经告诉我们说 要抵挡仇敌 要抵挡他 所以我们要起来抵挡仇敌 我们要奉耶稣的名 拒绝这些干扰 我们有时候我们想要读书 我们坐下要读书的时候 有很多的干扰 我们会想到很多的事情 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我们要服事也好 我们要侍奉 我们要工作 我们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发现仇敌 借着媒体 借着这些网路 越来越多的这些干扰 在我们生命当中 所以我们很难做好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碰碰这里 碰碰那里 摸摸这里 摸摸那里 时间就过了 我们必须要开始操练自己 专心 专心是什么 就是专心做好一件事 专心做好一件事情 好像保罗教我们的说 他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跑 所以我们设定一个目标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完成它 所以一个基督徒 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是什么 就是我一定要 要不然我就不要做 我要做 我应该要做到最好 我要有一个心态 就是我要尽我的权力 来把它做好 有时候可能我们并没有 那么好的表现 但是至少我尽力了 至少我努力了 至少我全力以赴了 所以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件事情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在每一次我们祷告 说主啊 求你的宝血遮盖我 让我在读书 让我在工作时候 没有任何的搅扰 主啊 帮助我 我要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 全心全意的 竭力的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 然后我们一次 两次 持续的 有一个目标 我们持续的 虽然我现在做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们说了 别人做 一致可以做好 但是我们十次也可以 达到那样的目标 十次我们做不到 我们一百次 我们持续的 所以我们全神贯注 全力以赴的 不管做什么 当我们这样子的 全心全力的 投入的时候 上帝能够 在那个当中 在我们的努力当中 一个信心带出 一个行为的时候 上帝就能够借着你 这样子的努力 来祝福你 当你开始 在任何的领域里面 你的工作 职场 家庭 你的学业 在任何里面 你开始专心 你依靠神 征战奉耶稣的名 拒绝这些搅扰 抵挡他 圣经教我们说 抵挡仇敌 仇敌就会逃跑 所以你抵挡他 奉耶稣的名 命令这些 混乱的思想 要安静 命令这些 让我要分心的一下子 好像想到这个 一下想到那个 好像这个事情要做 那个事情要做 我们发现 我们什么都做不好 到最后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到 但是我们很忙碌 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主 你帮助我 我要起来征战 我要抵挡仇敌 我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专心的 全神关注的 全力以赴的 全心全力的 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我们愿上帝 祝福我们 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你的生活当中卓越 在你的工作当中卓越 我们用我们的一切 我们的生活 来荣耀我们的神 所以专心 让上帝来祝福你 我愿上帝祝福你 让你成为一个专心的人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感谢你 今天我们学习专心 学习拥有一个专意的心 求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时候常常分心 有很多的搅扰 电话 手机 很多的网路 来搅扰我们 影响我们 使我们在属灵 在属世 在每一个领域 常常我们就 没有办法做到最好 今天 求你赐给我们 一个专意的心 帮助我们 在一切的工作上面 来经历你的大能 求你赐下那专意的心 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